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望向编辑部》的时间 有我澳洲的真别师,也有许刘山 大家好,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今节要讲讲这个 离开了TVB的1元租 还有这宗新闻我是在我们一个论坛看到 香港01有报这宗 什么事啊? 原来这1元租是游生,游良位 有一宗事件令到有人觉得他疑忆 你是不是想搞一宗翻版JPAS 是什么事呢? 原来2021年一间叫做A-List的公司投资 他说新方法纵骂 说真的这个方法在澳洲我以前听过很多 都不是新方法来的 为什么会引起我的注意呢? 因为他之前有一个投资 就是说了这件事,结果就被人砍了 我立了一篇 有个人,我不敢认识他 因为他在我们这里 某个是大牌子的车的公司买车的 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人 我想说,买有关你事的? 这个也挺有趣的,因为之前我们家里都是有 仰马是玩的 我家里是有马的 不过是玩的 看回这件事 其实也吸引过百人参与 涉嫌的苦行 也有几千万的 这位叫一元租的藝人 有两位当时担任Alist的行政总监 所以也有人觉得 你是不是有点古古怪怪? 也经常向投资者分享心得 虚寒问暖 根据计划,原来每次 这个总马交配 和后面那些马仔 即是那些总马出来的马仔 又是拍卖 投资者也是有收益的 不过时隔三年 全部投资 回报是没影的 本金也拿不回 这个计划更加被证监会 为什么? 我们不是没有证据 但也没有任何东西说它可以被告上法庭 不过证监会 就把它列为可疑 投资产品 Alist的负责人在 虎主大会 虎主大会 也直戏跟媒体说 说现在很麻烦 又是原来之前就是上市大计 这些东西听到 什么大计,什么上市大计那些 我真的觉得 想一想好了 有些事情想一想好了 原来这个媒体也发现 哎呀,麻烦了 他曾经被澳门马会追讨养马肺而破产 目前仍然是多单官司 当然面对 在记者的质询 他说不方便回应 不好意思,这个是Alist的负责人 又生那位艺人 其实他就说,不好意思 今年三月我都离职了 我那些 就叫分享,不是推销 你就不要指控我骗人 我是分享,不是推销 亦都说TVB满了药之后 当然他就不关TVB事了 TVB亦都没什么任何责任 其实马这件事 在澳洲都可以这么说 是有一些可以做到古古怪怪的事 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都看到一些新闻 其实他怎样贪污呢 给你一只靓马 差不了,跑不了的 退役的 原来那只是梁区 梁区当然 如果他真的出来跑的话 很有机会赚到钱 所以他就用这些东西 去行驱 以前我们也有过移民部门 有人收了一些梁区 亦都放了某些犯罪分子进来澳洲 在八九十年代 这宗案非常出名 他今次这宗案 他不是说 买一只马给你 只要拿去跑 意思是有一只靓马 那只靓马 就拿去背肿 他一年的可能 被添了多少胎 意思是指 令到有些 马的妈妈去怀孕 一年就生了多少胎 每一胎 你占到多少股份 因为那只马 就是很厉害的那些 专门用来叫做配种 配完种出来的那些 就跑得很好 配完种出来 一定会有人去要 那种意思 他就不是说有那只马来断铃 所以你会想起 好像挺容易的 那只马 纯粹都是用来帮手叫做配种 一年配得越多 配种费又有多少收益 每一胎 你占多少股份 保证回报 然后保证回报 多少股份 导致很夸张 那些 刚才真bc都说了 我不是推销 我分享 这就很可圈可点 我还看到 其实报道也有说 有些苦主 有些像那时 JPEX 那些人信到林作 那样 就是觉得 林作又是大壮 又是做个保险 懂得投资商年产品 什么什么的 那这个一银租 他也很懂得说的 你也知道了 我有名有姓的 到时失败了 连我的名字都失败了 还想出来找吃 这一银真的糟糕了 而且一银租 他之前是做儿童节目的 喂 儿童节目 那应该就没什么害人之心 是不是 就是觉得 嗯 是 单纯一点 一回事 就是做儿童节目 周星馳也有做儿童节目 可能也是外表 不过他是很懂得去问人的 现在那些苦主的录音 都播出出来给你听 哇 又会问你 最近听到你的脚扭伤了 怎样怎样 没有 今天顺便再跟你说说那些计划 这么热心去分享 蛇除棍赏的意思 我觉得是 一点点 当然 现在是没有弄无据的 你说是不是 他有什么被告 那些东西应该就没有 不过会有进一步的调查 我们不知道 原来涉事的其中投资的plan 是一匹名为 很好听的名字 叫做 遥远升空的总码 遥远升空去年的配总费 是达到8万8千元澳币 这个数字是真的话 其实又真的不是很贵的 因为你知道那些总码 的确确他的费用就是这么高的 他之后的小马 当然他生出来的 子子孙孙孙 很擅长跑 亦容易受训 特别是适合香港比赛的 截止到去年2月 他有65匹 通过他的总出来的马 再说登记 49匹受训马当中 28匹 其实曾经在香港 胜出过66场赛事 OK的 如果真真正正这样是真的OK的 其中有一匹就叫澳游气炮 去年亦是胜出香港经典一里赛的 究竟发生什么事 令到大家觉得他不行呢 原来一位市主的名字叫Iris 他2021年 为什么是有澳洲呢 原来他来了我们暴力市盘 就是参加一个澳洲牧场 仰马港座 这些在澳洲相当是普遍的 职员 以及区称为一元租 或者叫Master Joe的 艺员 刘生又两位当场介绍计划 他说好啊 值得投资 给了18万8港币 二头也挺好的 1818 购买是 5%的股份 合共20泰 这批马仔 被拍卖之后 投资者就会获得收益 并且保证有23万1的 保证回报 听上来也挺和美 18万8 保证有23万的回报 遥远星空 如果和其他马匹配总 投资者就会有额外的收入 预计还多13万银 计算数 4年投资 预计可以有36万港币的收益 只要 Deepview 配总越多 分红就会越多 当然 为什么 好像没什么 原来当时 这位游先生 就是TVB 当时他是艺员 所以你肯定有一定的 有些人认识你 起码你都艺员 虽然你不是很出名的那批 根据Alice的网站 介绍 他这个公司 就有一个很好的职务 就叫做行政总监 社监媒体 也是有他新穿着公司标志的衣服 出席活动的照片 Iris 这位所谓苦主就说 哎呀这个人一元租 当时就说Alice 很可信的 亦都说我是公众人物 骗人 会被传媒大肆报道 又说公司会为马匹 购买保险 推销计划时 虚寒问暖 就觉得 你挺诚恳的 所以更加信这个计划 按照计划 其实Iris 李英 就是2023年8月就开始收到回报 但是到今时今刻 都是未能够得到钱的 当然 媒体就联络到 牵涉Alice 是总码投资的 其他 虎主 其中一个 就说起码200多人 是投资了的 除了部分人就说 我收过 投资这么多 只有1000多 大部分人 一毫都没有收过 虎主去年也开始联络 这个Alice 被告知公司 都未完成计划收益 未计好数字 事件一直都会较着 直到今年4月 Alice 就是举行三次 会员大会 其中一次 就是美夫的一间 这么搞笑 这么大间公司 居然间 补习社 到举行会议 上市 准备上市 自己的斗口都没有 这些 整件事 很像鸡棚 不知道 你 有没有 跟澳洲那方面 签过的什么文件 有没有什么合约 看到 大佬 不是只有 一元租 你在说 就是信的 对不对 不过 真的挺动情的 那些一元租 如果这样的态度 也不是推销 就是分享 我觉得有点难过 说不通 如果你真的有推销过 就老老实实承认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说 这些事情 说多一点 会员大会 在寶藏社 搞的 这间寶藏社 挺大间 至少坐到80人一起 虎珠占了九成 部分人 投资了三四个计划 因为它是马桂 所以每人占股权 只有很少 会员大会 他们的两间 股东 也有些会议录音 给大家听 其实有 听到有人追问 那只总马 即是伯伯 可以这么说 遥远星空 那状况是怎样的 你是否在配种 还是怎样的 这个很棒 这个解释 他说 他不是在 Alist的牧场 说他 那只马 遥远星空 那些精虫 就不够活跃 不单止 还说 发烧之后 就有 一些问题出现 想想想 可能会处理赔偿 还是怎样的 挺有趣的 那只马 因为它始终都是动物 可能真的有什么 头云生气 或者澳洲方面 天气 不知道会不会突然有反常 令到它 会不会有什么状况出现 我想应该照顾得好 但是有时候 意外的 它突然吃错东西 真的会不会预计不了 曾毕斯在家里有养过马 会不会有时候这样的 他说的事理论上是对的 但是我没有养得这么好的总马 他说的事是否有几分道理 是有的 但是你叫人投资之前 有没有解释清楚这些东西 最重要是你要解释清楚 因为我想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 就不是好懂这些马 羊 牛 这些东西的 那需不需要和他解释清楚呢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下 违利的可能 怎样怎样 拿不到回报的 我觉得最重要是解释清楚 看来 投资者就没有说过 有没有解释 这件事我们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很多东西 为什么证监他将他列为 这个可以投资呢 我觉得是一定道理的 就是 你有一些东西好像不清楚 不都是干干净净 那意思就是 你要写得清清楚 应该解释清楚 清清楚 这样会好一点 是吧 或者可能 跟证监那方面 你没有在那里登记 或者登记了之后 有些条款又未必叫适合 又未对 还有些东西好像古怪怪问过你 可能又不回答 因为有时证监这些 都会问问 你这些投资计划 那里究竟是怎样的 有没有在证监那里登记 证监那里登记之后 有没有什么后续等等 如果有收到一些人的投诉的话 可能真的将他列为这些 可疑的东西 其实真是很老实 现在这个时势 自从JPEX这件事 看到有些什么名声 什么艺人 什么知名人士 叫你去投资什么 什么日本楼 我们常常在香港会见到 6号 日本买楼的海报 周围贴 这些你真的要小心一点 你不是真的要相信 都是代言人而已 不过 这次租1元 就直接在这间公司里面 有一个很漂亮的职位 而且又跟那些人 一起去 拍照 跟那些投资者 拍照 好像很朋友 第一个印象 你会感觉就是 既然其他投资者 都会那么开心 那么朋友的话 即是他们的投资 是长线 长到一个点 就可以令到大家都有那个友情 或者有那个关系 出到来 跟这间公司 没错 当然现在这个1元租 都可以说 撇清关系 或者叫割席 撇清我不知道 因为之后可能还要查 他也承认曾经是任职A-LIS 但是今年3月已经离职 我和几位公司同事已经离职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公司再不能支持香港业务 他也说 二年初已经没有再推介A-LIS 他也说 现在马业萎缩 再没有推荐养马计划 但是强调 当时举办的只是分享会 而不是投资 港座 亦没有推荐养马计划 他个人 亦有投资部分项目 算失了6位数 即是 10万起算 这个又有点像 我说像 有点像当时JPASS 记得有些人说 我自己也亏了很多 拿不回钱 那么多东西 林作 林作就这么说 再补回一些资料 这宗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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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 列作可疑投资产品 跟随证捐及期货条例里的 集体投资计划 或者其他类型的金融产品 这些未获得认可 可以向公众发售 这两家资料 这两家资料 当然我们无情无据 也不可以一口咬定 说不定 真的看到有些苦主都向他反映了 闻了一股糯米 那就走就算了 真的走得准时 这些 的确确是苦主 现在这样 当然也有人 经常说 因为事实上他是公众人物 他说两句 比我们普通人说一百句 当然 最搞笑是其他媒体去问 就问这个大台 一元租 其实今年二月 已经 但他当时所谓分享会时 他是大台的演员 再说一次 他当时 他是大台的演员 但现在不是 他今年二月 已经约满了 没有再续约 他回应 没有续约 跟投诉没关 他强调 跟TVB仍然是良好的发展关系 现在改了跟邵氏签约 TVB回应是 这件事 就是 跟电视台和东张西望 东张也挺红的 跟东张西望没关 记者也问他 为什么不是投资 一元租就说 拥有马匹部分 股份并非投资 对于 港座提及的回报 和收益等等这些字眼 他就说这部分 不是我负责的 当然 也是说了一句 是没有证据说他有任何方法 此时此刻 但是既然证监列出来 这些类似的事情 类似的plan 类似的project 大家都应该是小心的 对吧 不如今节我们暂时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 对于投资产品 小心点 很多大门大产品 都有的 还有 其实这麽高息的 真的要小心点 要留意一下 再者 最好最好看多些些其他的回报 或者做了多久 几多年 那些 回报周期 那些 一定 看清楚 否则这些 很难叫有仇报 这么多给你选 为何你要选这个 我也有点逼 这次我们先讲到这里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